当您和孩子排在一条队伍里 您可以帮助他们学习第一和最后 您可以这样做 您可以描述第一和最后的人 举个例子 您可以说 穿黄衣服的女士是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您可以说 穿红衬衫的男士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等队伍变了 您可以要求您的孩子描述 现在谁是第一和谁是最后 这个活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 学习第一和最后的概念 您可以帮助您的孩子